国内新冠肺炎出现反弹迹象 根据卫生部的最新数据 新冠病例暴增57.3% 3600多人感染 大约一半都是20到40岁的患者 但几乎所有人都是轻微症状 卫生总监拿督·穆哈默拉兹 今天发文告指出 在第47个流行病学州 也就是11月19号到25号 通报3626宗病例 高过上个学州的2305宗 随着病例暴增超过五成 入院率也上升到 每10万个人之中就有2.9人入院 而家户病房 床位的使用率是0.4% 同一时间国内新增4宗 Omicron变异毒株感染病例 针对新的Omicron变异毒株BA2.86 截至目前我国一共出现了2宗病例 患者在发病前14天没有出境 目前病情稳定 另外现阶段一共有8个活跃感染群 主要都是教育感染群 翻築中